请各位换开大波涅槃经 第三页 第三行下面 各位我们上个礼拜呢 谈这个世尊招请 世尊呢 他以啊 身招光招 还有动招 这样招请 那今天要谈的呢 这一段就是所招请的对象 所招请的对象 那所招请的对象原则上分两个部分 那各位 那一个叫做总招 一个叫做别招 一个叫做总招 一个叫别招 各位总招呢 就是总体 那别招呢 就是52众 这就是52众 但是招请的换位有两个部分 一个呢 是此方世界 一个呢 是他方什么 世界 所以呢 所以我们 现在 现在 现在要讲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总招 就是总体 总体 接下来要讲这一段叫做总招 就是总体的意思 所以接着先来看看经文 十足 十足众生 共相 为演 且各 才义 莫大愁苦 当即往 遇基斯纳成 立世深处 至如来 所 头面 礼尽 劝请如来 莫 波涅槃 注视 一节 若 简 一节 各位 你看 十足众生 各位 这三个字画起来 所以各位 他并没有讲说 是什么众生 这样对不对 所以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总招 就是 就是 总招请的意思 总招请 我们听说 总借 对 总招请 所以现在从这一段经文开始 你们 上 上次已经有抄了 对不对 我说 第一卷呢 这一卷有三个重点 一个呢 叫做 一个叫做能招 现在要讲 现在要谈什么 所招 各位 现在就要谈所招 从这一段开始 就要谈所招的什么 对象 所招的对象 那这个对象当中 这个对象又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整体 所以现在这一段要谈整体 叫做诸众生 所有的众生 所有的众生 各位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当世尊呢 即将要灭盘 对 然后世尊呢 对他以神通力 然后他发声音 以及呢 对 那世尊呢 口中呢 放光 以及呢 这个 大地 珠山 大海 皆震动 我们上个礼拜 谈到这个样子 啊 所以呢 所有的众生呢 对 知道世尊要涅槃了 所以大家呢 对就这样讲 各位讲这一段话 啊 什么叫做呢 且各 才义 啊 莫大愁苦 诸位 这八个是用我们现在最简单的讲法 各位只要是有人往生 我们都会劝他家人要怎么样 对 啊 就是要节哀 有没有 各位 不要太伤心 不要太难过 所以各位 这八个是简单这么讲 有没有 就是要节哀 就是大家不要有没有 对 一直在伤心难过 各位伤心难过呢 不是办法 啊 各位 不是办法 对 他这里呢 对 写财意 财意就是节哀的意思 就是要节哀 然后大家不要呢 对不对 觉得很忧愁 很苦恼 各位简单这么讲 对 这一段 就是我们遇到了事情 各位在我们人生当中 我们遇到所有的事情 当你自己遇到事情 你就申请你的情绪 各位 你的情绪当中呢 对 有自己的喜怒哀乐 七情六意 对 那遇到事情你应该去处理 而不是呢 对 一直有情绪 各位 这个没有办法 办法处理事情 各位 我们都有感情 包括你看佛弟子 他们纵使是开悟的人 他们依旧有感情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绝有情的众生 我们是有情的众生 各位 当然我们有感情 但是我们有感情 对不对 还是呢 对 要要适度 所有东西呢 要节制 所有东西 对 要要节制 所以 遇到事情 我们就应该 对 去处理 去处理 各位 在 在佛仪教经 或者是 或者是在大致度论 各位 他都有谈到这一段 就是 世尊即将 即将要涅槃了 对 然后很多弟子 都在哭泣 对 然后就有人 跟阿难讲说 有没有 这样哭泣 不是办法 对不对 应该要赶快 对 问世尊 有没有 对 世尊有什么疑言 对 应该赶快 可以去请教世尊 所以各位 所以我们 我们人生 遇到所有的事情 各位 你家里面会遇到事情 然后呢 你出外工作 也会遇到事情 对 重使呢 你一个人在外面 也会遇到意外的事情 遇到事情 怎么冷静处理 所以这才是你的功课 这才是你的功课 简单这么讲 在那边难过哭泣 是没有用的 但是可不可以哭泣难过 可以 不是不可以 可以 对 但是 对 该怎么做 还是要怎么做 所以接下来 才有第二段 第二段 对 所以第二段的意思就是说呢 大家不要难过了 应该赶快去做一件事 哪一件事呢 各位 你再倒数第三行的劝请 这两个字画起来 各位 现在这样是很明显的 要去做什么 要去做这件事 知道对不对 做这件事 做这件事情 是比较重要的 那各位 那 那你想到了吗 对 当你自己发生任何的事情 如何呢 对 去安置 安置对方 或是去安抚 安抚自己的心 各位 这个比较重要 这个部分 你应该都应该这么做 尤其呢 诸位你们每个人都在学佛 当然人生一定会遇到家人往生 你应该更有能力 对 去安抚呢 对 即将往生的人 或是呢 已经往生的人 那你应该去安抚呢 有没有 活着的人 好 各位 你要注意这两个动作 对 还没往生 你要安抚往生 即将往生的人 往生的人 已经往生了 你要安抚活着的人 哦 诸位 这个东西是你要 你要学习 常常有人跟我讲说 我就是不会讲 我不会安慰 我不会安慰别人 各位 不会 对不对 并不是 对不对 并不是理由 而是 你本来就应该去学习 去安慰别人 对 所以你不可以讲说 你不会 这两个字 那就代表说 对 你没事的 各位 我就跟你讲 你的人生一定会遇到 好 啊 所以 所以怎么去安慰别人 你现在就应该去学习 我们现在就 就就很愿意主动 去安慰任何一个人 各位 任何一个人 但是我们一般人没有这样的习惯 诸位 我们一般人没有习惯安慰别人 那也是你的习气 那我们不习惯安慰别人 也是我们的习气 我的意思是 那是习气作祟 那不是你不会 好 各位 就像什么 就像有的人很习惯笑 啊 各位 那 那有的人 有没有 习惯不笑 对 但是现在很多人 现在 但是各位 但是笑跟不笑 哪一种人 大家比较容易喜欢呢 宝人 笑 笑 但是一般女孩子 都很喜欢很酷的男孩子 很酷的男孩子 笑还是不笑 不笑 对 像我们那个周董 那个周董 过来我们这般 已经算老性格了 有的人不知道周董 你如果不相信 我问心怒 他就不知道 心怒周董什么人 我就知道 他不怕 你看 对 心怒就知道林董 林董就是他 哈哈哈哈哈哈 林董叫他林董的 周董是谁 周董 周杰伦 你说哎 人心逛了吧 你说 哈哈哈哈 所以周董 所以 所以我说 这个就是每个人的习气 自己要去改 自己要去改 不要 不要找任何理由跟借口 这没有意义 所以你看 这段的经文 意思就是说 大家不要伤心 难过 那应该 对不对 要赶去呢 世尊即将 涅槃的地方 各位你看 你看你这一本 这一本书 这一本欢历呢 你看 前面明明写 基士纳果 对不对 这里就写什么 基士纳臣 所以有的版本 前面 前面那个基士纳果 就直接还做什么 基士纳臣 这样比较吻合 这样比较吻合 事实上是基士纳臣 就是他在这个地方 什么 即将 即将要涅槃 所以大家 被感到呢 对世尊 即将要涅槃的地方 各位就像我们的父母亲 即将要往生了 那我们是不是从 我们这些做子女的 是不是从 从各地赶快赶回家 对不对 他就赶回家 对 到了那个地方 就像世尊 对 顶礼 顶礼完之后呢 就嵌井呢 如来 莫波涅槃 各位 波是什么意思 我们上次讲过 波又路的意思 有没有 各位 那直接播 欢说路是不是很清楚 希望 佛不要什么 不要涅槃 有没有 各位不要路涅槃的意思 这样欢是不是很清楚 各位 所以这里面的 各位 所以这里面的涅槃 指的是 对不对 是 指的是四面 还是里面 四面 就是 就是现象 指的是这个肉体的意思 对不对 好 就是指四尊 不要露灭 不要露灭 希望四尊呢 能够 注视一节 各位 这里面的一节 指的是一小节 旁边 再把它写一个小 小节 一小节的意思 也就是说 不好意思说 四尊 你住一大节 你至少也什么 在住 一小节 至少也在住 住一小节 那各位 那一小节 什么叫做一小节呢 这个每年 你注意听 等一下我讲完之后 你要起来 写个数学公式 所以你要注意听 你是数学老师 还有 还有丙家 里话也很强 我等一下形容完了之后 你们就要一个公式 然后就写给同学 有个公式 可以算数多久 各位什么 各位什么叫做 什么叫一小节呢 也就是说 依据 依据佛经的记载 人最长的寿命 是八万四千岁 那八万四千岁呢 每经过一百年 会减一岁 好 每经过一百年 会减一岁 然后从八万四千岁 一直减减减减到什么 减到十岁 各位这个 这个就是叫做减 你看 落减一节 有没有 这叫做减 这叫做减 然后接着再从十岁呢 每经一百年 再增加什么 一岁 然后那对 就一直增加到八万四千岁 对 就是那对 一增 一减 有没有 这叫做一小节 公司 这样总共几年 我数学虽然很差 但是这个我还会 要到十岁 然后是不是要刮虎 对不对 然后要乘以多少 乘以多少 乘以100对 然后还要不知道乘以多少 乘以2 对 答对 公司就这个样子 这样总共几年 因为来回嘛 对不对 所以乘以2 当几年 六百 六百 六百一定不对 对 对 一千六百 对 然后接着讲 一千六百几年 对 一千六百 七十九万八千年 嗯 小龙你不错 优秀优秀 优秀 你经过几节了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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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lemons 是贤罪化 这样也是贤罪唉唷 好 事实上是我骗你们 各位 你们现在桌上不是都有一本佛席词典吗 请翻开 你看这本多好用 你现在谁查 你查一小节 对不对 没有跟你说多好用 这本都给他捅什么 一小节 来第几页 第十页 查到了吗 这个公式 事实上不是我会 而是什么 各位 是不是这本词位里面的记载 是还是不是 所以各位 我数学很烦烫 我哪有可能会要 你都被我骗 我就是头看那 我不知道会要 所以各位 这本好不好用 这本很好用 不然我们禅于学院 为什么要印这一本 这本就这么好用 大家不要每次送给你们 你们就带回家 就把它放在书 对 那刚才有同学跟我讲说 还有书我这本有了 对 诸位 现在这一本给你最做的目的 不是只有给你 我知道很多的同学已经有了 因为我们过去就曾经有买过这一本 送给各位了 所以应该一半以上的同学他都有这一本 对 只是过去我们 是跟瑞人数据买的 那现在这本是我们财经学院印的 这我们财经学院印的 那诸位 那你有 问题是别人没有 所以我们这次在印五百本 各位 那印来的目的不是要让我们放在外面的 是让你们拿出去流通的 各位 这才是我的目的嘛 知道对不对 所以各位 所以你们不是说你们有了 是希望呢 你们等一下下课多带几本 有没有 对 出去流通 只要是学佛的人 这一本 真的很好用 然后也很适合 然后他解释呢 又不啰嗦 所以各位 所以你不相信 等一下我们在上课 你查资料都查得到 任何的名词 有没有 你怎么查 你都查得到 但是老师 叫你上课 带那一本就麻烦 那一本就是让你自己回家 自己看佛经 自己查的 好了啦 那一本不要再欢了啦 收起来 只是跟你讲说 有没有 你读佛经 你就要这一本啦 所以我 所以我再度再麻烦 各位下课之后 自己拿 拿一些去解言 去解言 所以觉得说 劝请世尊 是不是能够再注释 一节的仪式 接着 互相拾守 互作四眼 世界虚空 众生福尽 不善出业 增长出世 人等 今当 素网 素网 如来不久 必于入涅槃 这一段 这一段就是解释说 为什么要请佛注释 为什么希望请世尊 再继续注释 一节的理由 这一段 就要讲他的理由 接着呢 大家手牵着手 你看 手牵手 心连心 今天刚好是双十什么 国境 就讲出一段理由 各位 你要画起来 世界虚空 众生福尽 不善诸业 增长出世 要画起来 这个是理由 各位 什么叫做世间 各位什么叫做世间虚空 各位我翻一句最通俗的话 天啊 我翻完了 有没有 就好像说家里有人往生 苍天 有没有 这个呼天抢地 这个很难过 当然这里面有更深的解释 各位 你在世间虚空旁边写三个字 无如来 没有如来 无如来 你在众生福尽旁边写三个字 无应共 应共 你在不善诸业旁边写四个字 无正片之 就是如来 应共 正片之 各位 这个概念是不是 接细上节课的概念 知道对不对 就佛三个名号 有没有 到现在 再谈佛三个名号 各位 世间虚空 是什么意思 就是代表说 那对 对 这个世间已经没有佛了 当佛 有没有 涅槃之后 世间就没有佛了 各位 就是 感叹 伤心 第二个概念 众生福报 已经什么 进了 各位 你看 各位 众生的福报 已经进了 各位 为什么众生福报 已经进了呢 各位 供养佛福报 什么 最大 现在 现在佛露灭了 无佛 让你什么 对 让你供养 你看 所以各位 所以众生的福 已经进了 那 那 那我们现在 这个世间上 我们现在 这个世间 有没有佛 有没有佛 我们现在 这个世间 有没有佛 我公开 这一期 对吧 对吧 各位 我们现在 是不是没有佛 注释 那我们 现在 如何 增加福呢 不要福 已经 要如何增加福 来提出方法 如何增加福 各位 那没有佛 好供养 那要供养谁 啊 供养三宝 各位 这没有错啦 供养三宝 你们要到哪里 供养三宝 到成一学院的 这间庙 你们要到哪里 供养三宝 可以直接讲啊 不要这么啰嗦 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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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供养三宝 还要供养谁 各位讲对了 主位 供养你 你家的父母啦 各位 你要供养谁 主位 好好孝顺父母啦 对不对 啊 这才知道 这才是有福报的人啦 不懂孝顺父母 有没有 没有福报啊 好好孝顺父母 啊 对不对 那你说 师父来这边上课 要不要孝顺你 不用 你知道准时来上课 我就很感激了 呵呵呵呵呵 呵呵呵 呵呵呵 啊 你就尊重来上课 就欧米豆腐啦 真的 诶 我 我其他 不想 诶 没有 多余的望求 啊 啊 所以 诸位 要自己懂造福田 啊 要懂造福田 那诸位 那 由于呢 佛已经 没有注释 所以没有真正的 大善之士 所以众生的概念 就越来越偏差 所以众生就是邪见 因为有邪见 所以不善诸业增长出世 你看 因为邪见 所以大家所做的事情 就不是不断的造恶业 因为我们没有正骗之 所以没有人教我们 所以我们概念偏差 所以各位说你要看 每一个时代都有圣人出世 如果有信能够跟圣人 圣人的一个时代 你能够把握最好 但是现在虽然 没有圣人 但却有圣贤书 如果你不好读圣贤书 有没有 那 那你要跟谁学 那不是太可惜了吗 各位连这个东西你都不把握 那 那真的就很可惜 所以 所以诸位 所以你自己在读佛经 你会感觉到一个概念 什么概念 有的人看我们在读佛经 他会笑我们 对 他会笑我们说 对 怎么不去旅游呢 去享乐呢 有没有 要一天到晚来 对 来上这种课啊 对不对 所以各位 所以没有深入了解的人 他没有办法体悟 他真的没办法体悟 纵使呢 你有信来学佛 你也不见得愿意读佛经 我坦白跟你讲 啊 纵使呢 有没有 你有信来上课 你也不愿意自己下课 自己在读 现在下 来现在摸着良心讲 下课有自己在读佛经的举手 快点 给我安慰一下 下课要自己读 还是要读 各位 你下课你为什么不读 你也摸着良心一下 对不对 你就看看 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读 可是我知道你很忙 对 但是 但是忙也是借口 你一定可以播出 那每天半个小时 是一个小时来看经典 一定有 对 问题是你没有感受到 他这么重要 各位经典在就是佛 为什么经典在就是佛 因为经典是佛所说的话 他就是佛 对 所以 对不对 佛虽然已经涅槃了 但是经典随时 恰出来 打开 就好像 就好像佛 对不对 在你的面前 在你的面前为你教化 你能够认同到 你能够感受到这样的感受 我可以跟你保证 对不对 你佛法一定弃路 你没有这种心态 我也可以跟你保证 你佛法一定对你没受益 我跟你讲 我给你讲真的 你也知道 所以各位 什么是重要 自己去想想看 他 对 他 他就是这么重要 他就是这么重要 所以呢 对 这个呢 就是请佛注释的理由 对 接着大家还 还这么讲说 大家应该赶快赶快 赶快什么呢 赶快请 对 请佛 不要涅槃 所以接着第四端 各位 你不觉得佛经 真的也是一本 很好的文学作品 不用读到沙士比亚 我都读佛经 喝黑松沙士 各位你看那个经典 他所描述的真的很贴切 就是这么的贴切 各位 这一段在讲 是苦 在解释众生的痛苦 当世尊 以及涅槃了 众生 是很苦的 所以这段在解释 所以他从不讲说 世间虚空 世间虚空 就是苍天 苍天 各位 这个就是一种 这种 这个就是一种 欢意或是文笔 各位 重乎就是加强 加强乙气 我等从今 无有救父 旁边写四个字 无君可父 无国君 啊 无国君可保护 在无所中仰 旁边写四个字 无私 可依 没有老师 对 啊 可以依 孤陆 贫穷 孤陆旁边写四个字 无亲 可靠 我来讲一遍 无君可父 无私 可依 无亲 可靠 各位 这三个 是不是又吻合 吻合 如来 应共 正片子 对不对 所以如来啊 如来就像一国的国君 对 当这一个 当这个 当这一家的国君 对 他已经走了 他已经往生了 接下来 有没有 这些子民 这些众生 怎么办呢 有没有 所以叫做 无所救父啊 那所以 那如来就像我们的老师一样 各位 这里面的忠仰 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以谁为依归呢 对 是谁能够教导我们正确的观念呢 就是我们的老师 但是我们 我们 我们的老师呢 他已经延挤了 对 所以 所以从今 对 就没有老师了 如来就像我们的父亲一样 诸位 我们已经 我们父母双亡了 那我们不是像孤儿一样吗 对 然后啊 对 没有亲人 对 可依靠 所以你看 佛经的翻译 各位 他也不是个形容词 他讲的就是说 一个人真正他内心的感受 一个人的内心的感受 他有这样的认知 那他才有用 那诸位 一样我们听佛经 听这么久 我不知道 各位 我不知道你们到底听到什么 各位 有的人 有的人 会觉得很好 有的人或许会觉得 很感动 有的人或许呢 对 会听起来 会越听我的课 越听越痛苦 有没有这样的学生 有 各位我跟你讲 对 那有没有说 听我的课 越听越无聊 有 各位每个人 各位 你 各位 事实上 你的学习 依着你的感觉来学习 你说对不对 各位 你假设每次听课 你的内心 没有感动 没有收益 事实上你听我的课 是没有办法进入的 各位 这个 第一 要怪我 不会讲 第二 要怪你 为什么那个心 我们两个各怪一半 好不好 算我分担一半责任 那 诸位 那你在读佛经 你千万不要被经典所骗 各位 什么叫被 不要被经典所骗呢 你的心 各位 你的心 不要一直摆在经典 不要摆在经典 说什么 第一 这一本经 他到底在讲什么 第一个陷阱 第二 这一本经 为什么要这么长 十五讲课 为什么要讲这么久 这是第二个陷阱 那你说心到底要摆在哪里呢 诸位 在禅中就有一个公案 有两个呢 有两个禅师 他们一同呢 对 去参访 走到一半呢 刚好遇到大雪 所以这两个禅师呢 对 那就只能找一个地方窝在那边 各位 那外面呢 对 大雪纷飞 对 然后走到哪里都不行 所以两个禅师呢 在那边 一个呢 整天打坐 一个呢 整天什么 睡觉 各位 不然你要叫他坐什么 难道整天看涅槃军吗 他们 他们又没有带涅槃军 结果呢 对 结果整天打坐的 看那个整天在睡觉的 睡了好几天 看得不太过去 突然有一天 突然就叫醒他 说 我们都是修行人 你不要整天睡 对 另外睡觉的那个人就跟他讲说 你也不要整天打坐 那打坐那个禅师 就很坦白跟他讲 讲说什么 讲说 因为我知道我的心 我知道我的境界 我的心还没定 所以我不得不靠打坐来修行 他爬起来 爬起来 那个禅师呢 就笑笑 对 当他笑一笑之后呢 打坐那个禅师呢 也很谦卑的问他 问他说 那么该怎么办呢 如果我不这样打坐 那我该怎么办呢 那个睡觉那个禅师就跟他讲 你的修行呢 只要是从门外进来的 你的修行 只要是从门外进来的 都不是你的 各位你知道这句话吗 你一天到晚盯着这一本 对 你一天到晚想认识这一本 这样是错的 对 不是叫你盯着这一本 刚睡觉那个禅师 这样一讲 那个禅师呢 对 认同 对 觉得就问他说 那么应该怎么办 对 他说你应该从自胸 自心中 所流露出来的 那才是真如本性 那才是你要悟的 各位 从自己心中所流露出来的 那才是你的 诸位 这个就是我跟各位讲啊 佛所说的都是假名 不论他现在怎么讲 他只是要让你彻底去了解你自己 对不对 所以一切呢 金是假名 不论这一本金 他是 他是呢 对 几十万个字 他还是假名 所以你看这一本金 你还是看自己的心呢 你要 一定要懂看自己的心 各位你现在看到你的心了吗 各位我现在举个例子 什么叫什么叫不会看 看心的人呢 不会看心的人 他就这样解释 就像什么解释 他就按照 按照这个文字 换成白话 意思就是说我 哎呀 佛已经灭度了 我从今天 我从从今之后呢 对 没有救父 没有人可以学习 我无依无靠 各位 这样的解释呢 叫做文字上解释 诸位 这样对你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各位 所以你在听我讲课 你有没有了解我的心意呢 对 还是 还是注意 还是注意 我到底讲到哪里呢 各位 我讲到哪里 这不是我的目的 对 我的目的 我的目的是说 今天经典所写的 都是你的心 你没看到吗 好 那各位 那回归你心的人 看法就不是这样子了 各位 你在读这一段 是这样读的 各位 无有救父 各位 谁可以救我呢 对 谁可以救我的心呢 对 各位 当我的心痛苦还恼的时候 谁能救我呢 好 那各位 当你自己的 当你自己的内心 你不知道 归处在哪里 对 然后你自己的中心思想 它到底又在哪里呢 好 那你是 你是以什么来过你的人生呢 对 你是以什么准则 你是以什么方针 你是以什么原则 来过你的人生呢 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呢 好 那再来 对不对 不论我现在 对不对 有家人 或是我现在 已经结婚了 对不对 有家庭 但是我的内心 为什么总是觉得 那么空虚呢 那么孤独呢 为什么我在一群人当中 总是觉得自己是孤儿呢 为什么总觉得呢 对不对 世间的人 如天上的环心一般 既然没有一个人 可以了解我呢 对不对 我觉得 我觉得 我像孤儿一样 不难道 你没有这种感受过吗 你看经文 你能够这样体会吗 你能够这样不断的体会 然后冲击到自己的内心 对 然后自己在觉醒 在由自己救自己吗 诸位 这就是佛法 所以各位 我的PE 如果你了解 我跟你讲 过去你有没有学佛法 我都不管 你从今一个人 从今一个人看佛法 你就很高兴 你就很感动 你甚至没有来上课 你自己在家里看 你都会觉得 太感动了 但是你不会看的人 你只是看文字的人 我给你保证 你一定不会感动 为什么 而且你一定看不懂 那你会看心的人 有没有 你纵使看不太懂 他的内容讲什么 但是你还是对你有受益 我很真诚跟你这样讲 为什么 对 因为你看了 你内心就会有所触动 你看了之后 你内心就会有所觉醒 你看了之后 你就会醒思 这样的人 就必然有触动的机会 所以各位 你看佛经 假设没有我所讲的 那几个概念 那就代表 你一直在看他的解释 这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跟看一本小说 还不是一样 那所以各位 提出了问题 思考 去解决 对 然后去什么 去找寻他的答案 去把他找出来 各位去把他找出来 好各位 但是如果 但是如果你真的找不到答案呢 那怎么办呢 各位 你就能够体悟到这一句话 一旦远离无上世尊 设有疑惑 当父问谁 各位 你那个感动会觉得 真的就是 就是在讲我 然后我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如果我现在不把握住机会 真的 我真的很对不起我自己 那各位 那你看 我们现在还有 我们现在还有机会 看佛经 真的很幸福的 你知道吗 真的很幸福 各位 当问谁呢 第一 对 第一 问佛经 第二 问自己 这两个不断的问 你就一定会懂 问佛经 每天养成看经典的习惯 看经典 不断的回归自己 访问自己 对 各位 就像一面镜子 你照镜子 对不对 镜中有你 镜外也有你 对 不论是看镜中的你 镜外的你 对 你都能够渐渐去明白 到底我是谁 各位 到底我是谁呢 所以各位 你这样看佛经 你自己会很感动 各位 真的你会很感动 如果你看他的翻译 很无聊 我坦白跟你讲 很无聊 欢迎有什么好看的 各位 这样对不对 那你们听了 有没有感动 对 我看有人掉眼泪 还算不错 对 至少赚了两三颗眼泪 然后我喝一口水 所以各位 把看经典的这样的心态 酝酝起来 酝酝在自己的内心 我看你